说起张希宇,相信很多人都并不陌生,是娱乐圈中有名的跨铁女王。 作为演员的她,有着娇豪的容颜和魔鬼的身材,但出道多年,却一直没有什么代表作,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《风神英雄榜》中事演的苏达吉,像很多人都熟悉了这位《魅道骨子》里的女演员,之后在《神雕俠侣》中出演的李莫愁受到广泛关注,不过由于没什么代表作而去曾红毯,这样的行为也是让王思聪炮轰她。 她之前与李晨的恋情可谓人尽皆知,在范冰冰和李晨交往前,两人更是好闺蜜,但李晨和范冰冰在一起后,两人的闺蜜情算是彻底的破裂,不过如今她遇到了自己的幸福,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和老公的婚纱照和结婚证,正式宣布已经结婚,仅仅只是看那些照片,就感受到了她的甜蜜,而她也是表示,自己的婚姻一定, 不要是因为年龄而产生的,希望是遇到爱情才结婚,这次她向全世界宣告,她嫁给了爱情,她的老公是何杰,说到这个名字,很多人表示不熟悉,其实她并不是全美人,她是一位优秀的教官,何杰目前是尚未景贤, 担任武警特战指挥员,武警特战队员,武警军官,海外警卫队员,更是荣获过个人二等功两次,三等功一次,被评为武警部队中级反恐特殊人才, 这也就意味着,张欣宇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嫂,两人曾在骑兵神犬中有过合作,在节目中,两人的表现也是让很多网红喊话他们在一起, 如今曾经网友们的调侃,成为了幸福的预言,当张欣宇在网上宣布自己结婚后,迅速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关注, 这个消息也是一下子就上了热搜,带个娱乐圈恭贺,众多娱乐圈中的明星大咖,也是在微博下纷纷留言,晒出了自己对张欣宇的祝福, 虽然他有着很多黑地新闻,但从留言的人数看来,他的人缘还是蛮不错的,心情大好的他, 更是对权中好友的祝福一一回应,虽然很多网友对张欣宇的评价当点不一,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,善良的奉上了自己的祝福,不过其中有一条明星的祝福, 在这其中显得特别眨眼,那就是承祥送出的祝福, 很多人都是通过快乐男生知道陈祥的,之后他与毛小童的分手闹得沸沸扬扬, 本在当红的他,却被爆出在与毛小童恋爱期间劈腿的丑闻, 这也是让他贴上了渣男的标签,而在他这条微博下, 很多网友称呼他为渣男,并且有的网友喊话, 让他赶快把这条祝福微博杀掉,有他的祝福,显得很晦气, 网友这样的评价也是够狠了,甚至有网友表示, 他这样的做法真恶心人,本来星突塔当的星星, 却经不出诱惑,成为了人人唾弃的渣男, 对于这件事,小伙伴们怎么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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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